哎老闆你做什么好吃的呀 你出去吧 厨房油烟味太重了啊 一会儿做好了 干嘛啊 来帮我拿碟 来把菜上去 弄上干嘛呀 快吃菜呀 啊一会儿凉了 你最近啊 工夫还挺忙的 多吃了米饭啊 快吃啊 弄弄干啥呀 老板啊 嗯 你这在厨房 停康停康的一忙活一上午 这做了个寂寞呀 对啊 那我早晨走的时候 我说让你把洗衣机的衣服洗的 让你把床带换了 那你这一上午也忙着个寂寞呀 以后呢 咱俩就相互学习啊 互相努力啊 快吃啊 吃完我上碗啊 快吃吃吃 怎么回事你人没事吧 啊我没事 哎 你就是他老板是吧 不是 你看把我车给我撞的你说咋办吗 不是 你怎么学狗喷人呢 明明是你突然出来 人没事就行了 您车哪坏了 我来给您行 你看个车门给我撞的 给我换个车门 不是 你咋这么不要脸了啊 我就蹭个车一 你要全换 来来来 我这有视频伪证 来你看看来 你看看 看看看 我看什么看 我看 我手机 你信不信我给你把 支撒的给你撒了我 大手 打扎那小姐问题嘛 你贵 我可是就这么教你东西吗 他传我手机呀 他传你手机你 给我他 他把我测坐了 他要打我 江总 这位是您弟弟啊 对呀 莫总这什么情况 哎 那个喝完你来 咋了 认识啊 这谁啊 公司大夫妇 那我差点把他弟弟打了 是不是 所以以后长点心啊 打价能解决问题吗 江总 今天啊实在是不好意思 没事莫总 小孩子嘛想那想那的 你小助理那个手机 回头给他买 哦不用不用 回头啊 我手机自己买个新的就行 没事 话说哎莫总 我这个弟弟啊 我从小都没学到 谢谢谢谢 所以你看 是不是让你小助理给我第一道歉啊 张总 事情还没有解清楚之前 就让他给你第一道歉呀 莫总 我没记错的话 咱那个河头 是不是快到期了呀 啊对 我明年还想再续五百万呢 你这样很难办 嗯那你你稍等一下好吧 我等一下 老板 你是不是想让我给他道歉啊 那你觉得你应该给他道歉吗 那就道呗 跟钱过不去干啥啊 行 那又什么病了啊 张总 刚才事务 刚才啊 我觉得我的助理一点错都没有 就算道歉呢 那应该是谁错谁来道 什么意思啊 一会呢会有人来联系您张总 至于这个修车的费用呢 该多少 我一分钱啊都不会少停的 我们先有事先走了 哎 坐 老板 刚才明明弯个腰道个歉也就没事了 毕竟这么多钱嘛 钱固然重要 但是有些腰啊 你弯下来 这辈子都值不起来了 干嘛去啊 啊 我 我先相亲去 相亲啊 哦 哦 那的确是人生大事 赶紧去吧 没迟到了啊 这 老板今天答应的这么说快 那完了先去前美女来说 没想到 你本人 比照片还好看 你也很帅 哎 你直接跟我回家吧 我都跟我爸妈说好了 他们也想见你 啊 真的呀 真的 那你等我一下 我去嘴巴点礼物啊 送你的我们走吧 啊 你们呀小马 臭不要脸的 那有孩子还出来跟我相亲 我我什么时候有孩子了 哎 不是 今天真倒霉啊 好不容易找个美女 还莫莓其妙骂我 说我当什么爸爸 哎老板 你 呃 不是 小马你怎么回事 你几乎不让巧门你啊 出去 快去房间呗 老板你妈的电话 你怎么还骂人呢 不是真是你妈的电话 你看 哦你帮我接一下呗 我手上全是油 怎么接呀 不是这这我咋接呀 我再说我接了说啥呀 你就说你是我男朋友 我在吃饭 接不了 不是 你这你接不接 你不接我挂了啊 行行行我接 哎 等一下 喂妈 我在跟我男朋友一起吃饭呢 你没听错啊 就是男朋友 看成挺好的呀 嗯 把什么关 不用你们把关 我就是通知你们一下 嗯 嗯 快了吧 不是 老板 你怎么能这么跟你妈说呢 是什么男朋友啊 怎么了 你不乐意啊 不是没有我 我觉得最起码你应该 行了行了行了 我没接 这把这接了啊 哎呀 喂妈 啊 啊没有我在跟朋友吃饭 不是不是不是 这就普通朋友 嗯 不是你想的那样 就普通朋友而已 嗯 好 挂了哈 不是老板 你什么意思啊 什么叫普通朋友啊 我说错了吗 我刚才让你接你又不接啊 不是 那你你也不应该这么说啊 你好歹你给你 给阿姨给介绍一下我 你说 嗯 我认识了一个男生 认识好多年了 然后 我感觉还不错 长得又帅 人又高 然后可以 可以试着处处看看吗 你可以这样说吗 你这 那 你真的不想答 对呀 哎呀 那我现在说 嗯 妈你听见了吗 嗯 对呀 对呀我俩现在处着呢 看着挺好的 嗯 回家 我可以啊我随时就行 主要是看他也容易 嗯 嗯 我 你这 你这 你这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 哎呀 这海就算是残疑 与这盘米达 却无人都惹心 干嘛 完了我就不回来了 你跟我妈姐再吃点吧 干嘛去 我同学聚会 我跟她说过来 不回来 同学聚会 你穿这件能行吗 不是小马你什么都管 他穿什么衣服你也管 他这么好看点 你不脸上也有面吗 对啊 同学聚会都是男的吗 也不是男女都有 穿好看点 去把你之前买历史给换上 那好吧 有什么都不好了 穿的好看点 穿的少点 你玩的不也精心点 也对 这可是我妈让我换穿的 你别怪我 你这啥意思 你别着急 妈 我这是不是有点少的穿的 这天太冷了 有点少 我也觉得 什么啥呀 把这个穿上去冷 好 那那我去穿了 妈你看看那个这是何分 行好看 就这事 这能行吗 这这不行吗 对啊 其实我也觉得 有点不太好 你说大半夜的 我小马又不在我身边 那我有危险怎么办 是吧 危险肯定是危险 就这种十多年没见的 老同学聚会 你知道他现在是啥人 就你穿的一只这么好看 那肯定有同学喜欢你 谁见你不喜欢你啊 如果你俩在彼此一对眼 那还有行马啥事啊 那不能不能 那那那那肯定不能 那有什么不可能呢 没事小马 到时候阿姨再给你这种好的 一米西大胖腿 老八腿 就就就那个隔壁老王家闺女 是吧 到时候就算你不是我女婿 但是咱俩买卖不成 人已在 对不对啊 哈哈 那谢谢钱丈夫娘了啊 哈哈 对呀 你俩别走 去吧 对对对 你该去去 我不去 我在家 陪小马 不是陪你 但是隔壁老王家闺女 可温柔 我可温柔了 我还可行为了呢 我会做饭呢 是吧啊 你要吃什么 我会倒吃的 对对都行 送菜给他 来了 来吧 哎呀 哈哈 没开出来呀 你竟然挺懂浪漫的呀 那行 今天看你别的这么好 今天晚上呢 你说什么 你做什么 我都听你 老板 你干什么呀 我一会儿去接人 你上来干嘛 你下去吧 不是 你干什么 你搞半天 你这又香水 你这又氛围感的 你不是接我呀 哦 我今天接这个人 可是个大美女 不仅漂亮 身材还好 特别有这个 哎呀你看 来电话了 喂 到哪了呀 我都等着急了 啊 什么 你老公不在家呀 好好好 我马上就逗啊 哈哈哈 老板 要不你赶紧下去吧 行吗 行 好小马 我知道看看是哪个狐狸精啊 不是老板 那我都收了人家一万块钱 那做人家讲信用是吧 我今天不许去啊 哈哈哈 哦 小马 一万块钱就给你收买了 冲击点出息啊 哈哈哈 姐给你两万 哈哈哈 这这都不好意思 哈哈哈 又不好意思 那你还去吗 啊 那还去干嘛 哈哈哈 去呗 我还是喜欢呀 你刚才那桀骜不幸的样子 哎呀 讨厌 哈哈 哈哈哈哈 你你怎么在车上啊 那个阿姨 你跟叔叔的纪念日 我今天就不能为你俩庆祝了 人家给的多啊 哈哈哈 现在想把揪我一下都不行了是吧 不不不 是不这样 他太危险了 那这这怎么了 说说话呀 我就喜欢你刚才那骄傲不幸的样子 你给我一来一遍呀 啊 来一遍 哈哈哈哈 哈哈 妈 我们晚上不在家吃了啊 我要给小马去吃火锅 哈哈哈哈 嗯 怎么了 嗯 妈 嗯 我没看错了 你在房外带啊 嗯 不是 哈哈 现在这条件 妈你爹太贤惠了 再说呢 我这不刚买的那个垃圾袋吗 你用这样就行了呀 对呀 我看他放在台机上了 我以为你们还有用吗 啊没有用没有用 你这把那丢垃圾桶里就行了 啊 原来他应该在垃圾桶一样 哈哈 原来他不应该放在茶几上呀 原来他是没用的东西呀 哈哈 啊原来你知道他没有帮帮帮帮帮 要等着别人给你收拾的是吧 嗯 原来 是这个意思呀 走了 来妈我要饿死了 马上吃什么呀 你这可不太有味道啊 哈哈哈哈 开始表演 老板嗯 我又来上你个红包了 这是阿姨刚给我的 那 啊 那个 我妈给你的你就拿着了 你 不弄给我 这不是马上周末了吗 你不是说 每个周末咱俩都有情人结吗 每个周末都让我给你 拿着吧 啊 我那是开玩笑的 你还当真了呀 喝了 那为什么以前你问我要呀 你不说是不是要跟我分手呀 没没没没 咋俩现在的感情不需要这个 你看笑的 哈哈哈 你嫌少 行 我现在就去楼下捡瓶子 捡纸壳子 周末之前肯定给你凑齐 行了吧 先说 啊你放心 还不够的话 我去工地搬砖 我肯定给你凑够了 别说 咋了 开心 感动的嘴都抽筋了 默悠悠 你越来越过分了你 我没有 哎呀 阿姨 你怎么在家里呀 哈哈 你在公司行的 你在家你还行呢 他平安住自己管钱的 你别听他瞎说啊 对 平时 都是我自己管钱的 你自己管钱里面就一块四呀 啊 哎哎来个电话了 不不是 阿姨是闹钟想了 老板洗脚时间到了 那个 哎 我先给老板打洗脚水去了 要不然今晚上我又不能吃饭了 心里更没有用啊 你这是要在家都黄地啊 哎呀 阿姨啊 地板可不能这么拖呀 哎等会阿姨 这衣服可不能这么洗啊 不是为啥呀 家规 家规啊 那个老板给我订的家规 来这好朋友来 你给我说说什么家规 啊 哪有什么家规 你没有没有 那个老板 你就把给我订的家规 给阿姨说说呗 没有哪有什么 是不是 是吧 吃饭不上桌 饭后把碗刷 拖地必须跪他 这样底板才不花 衣服用手洗上面 锻炼身体还省电 哈哈哈哈 嗯 楼层在口不能怕 拿筒刷完又懂吗 又能洗脸又能喝 不是我这个 你喜欢欣賞人啊啊 来抱走受水 哈哈哈 阿姨还是你在这好 以后经常来啊 干嘛 哈哈 终于让我逮着你了吧 啊 背着我们有人了 是不是啊 不是我什么时候有人了 我没人 还不承认 来告诉我 手机里这个清晨的小鹿 是谁呀 恶心死了 骑这么图的名字 这人挺兜的 什么什么什么 改做改章吧 妈你看 他每天早上给这个清晨的小鹿 在吗 你吃饭了吗 你在干啥呀 无恶心的啊 不是 你指定上面有人 不是老板你别说了 你什么别说了 敢做不敢承认 对不对 赶紧告诉我 那狐狸精是谁 看我撕他的脸 在这呢 我就是你说的狐狸精啊 哈哈哈哈 妈妈在这扣着哈 我俩去聊聊啊 哎 聊什么妈 你什么时候又看你了 我都提醒你了 清晨的小鹿 跳起来 这月的 那开面饭 天天知道自己有点臭强 天天压榨我 还说自己身材好 那腿都赶上大象了 嘿嘿 哎呀 来了老婆 叫什么 哦 不对 叫错了 叫错 老板 老板 嘿嘿嘿 你明明刚才叫我去老婆好吧 小马 老板 还真是你俩啊 哈哈 马经理 你上我车干嘛这时候 不是老板 我照旧有事 你能忘了送我去当市里啊 两百 啊 我去市里打车才160 你要我两百啊 大哥我这出租车吗 两百哎坐不坐 行行行 我照旧有事 坐坐坐给你转两百 去了老板 是的 不是你着急忙忙去市里干嘛呀 这个时候 我这不刚才相亲呢吗 那个我那28块钱的打火机 六点在桌子上了 我回去取下的 我着急啊 18打火机你去市 这样 这样老教理啊啊 我给你三十 你就不用去市里拿了 你去买一个新的好不好 不不不老板 我怎么能要你的钱不合适呢 一家人说什么合不合适 拿着 这样你就不用过去了 去吧去吧 行行行 谢谢老板啊 老板你真是好人 谢谢老板啊 那那我走啊 去吧走了啊 去吧 啊啊 走走走 走啊 不对 不对啊老板 哪不对了呀 那个你给我三十 1月28块 差你拿回去啊 啊 你不用 咱俩之间两个 谢谢老板 我不能差你钱 谢谢老板 你就这么帮我了 行行 那你快去吧 啊 他当着他 又怎么了 不对 老板你不对啊 哪不对啊 不对啊你 怎么不对 不对啊 去市里两百 回来是不是还得两百 我欠你两百 我还差两百再给你 啊 对呀 要不然他这会儿还在市里没回来呢 是吧 那么老远 行老板转过去了哈 啊 说到了 谢谢老板啊 谢谢了辛苦了 快去吧 再见老板啊 拜拜 哈哈哈 哈哈哈 一会 老板你太坏了 真的太傻了好吗 来干嘛 就像个 люд 为了 老板 我 배 iani inf 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